其实之前呢 台湾在进口这个美国牛肉呢 也就是因为它的瘦肉精莱克多巴胺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尤其这一次呢 中标的又是知名的网品连锁餐厅元烧 而且被验出的这个瘦肉精叫做奇帕特罗 毒性还比莱克多巴胺强了12倍 而这也是政府重新开放进口美牛四年多来 查验美牛的三管无卡政策第一次全面破功 网品集团旗下的元烧餐厅被验出肉品含有 完全不能被检验出的瘦肉精奇帕特罗 医生强调奇帕特罗的毒性是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12倍 每人每公斤是一毫一毫克 而奇帕特罗它是0.083毫克 所以如果以ADI来看的话 奇帕特罗它毒性是比莱克多巴胺强了12倍 会造成血压上升 心跳变快心悸 问题牛肉为何会流入餐厅 业者表示虽然会自行定期抽验 但这批出包的美国非力牛肉还没经过检验 但因为是单点品项卖出数量很少 全省平均一天不到一组客人点这个餐店 这样小你们还是卖给消费者吗 这部分确实是我们的缺失 我们会再改善 而把关进口牛肉原本有所谓三管 包括管源头管边境管市场 还有无卡包括核对文件标示开箱检验资讯连线等关卡 也等于是全面失手破钩 在边境的时候就会针对美孚 它进口这个从美国进口同一个制造厂的牛肉 把它提高它的查验 如果它是加强就会把它调高成百分之来抽检验 贵福部表示会提高边境抽样等级 元烧菜单上也更改了贩售的肉品 业者强调已购买美国非力牛肉的消费者 可在11月1号到12月31号到全省门市退费 UDN TV 陈婷宇 周思瑜 台北报道